目前這個GDR-X的進度已經完全完成了 就差了一個引擎蓋的部分 靈異的測試目前做出來最快的成績是2.16秒 我有把握絕對可以破解禮規的紀錄沒有問題 另外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跟相關單位申請 要封路做進行第四個加速的測試 我預計在10天左右這個封路的人 保健會下來我就開始公開的測試 我在這次做測試04的加速比賽的時候 我會邀請所有的電視台 以及包括所有的車友、媒體到現場來參觀 我正在外裝三台測量的機器來證實我沒有造景 好,我這是一個公開的 我知道8.93秒是一個沒有人看過的紀錄 我要跟大家公開在全台灣的媒體面前 好,我是廖老大 很久沒有要上來傳視頻了 這幾天都在趕著TDRS的進度 先跟各位網友報告一下 目前這TDRS的進度已經完全完成了 就插了一個引擎蓋的部分 引擎蓋的部分現在在海外還沒有連回來了 這台車這兩天已經開始在進行做01的測試了 01的測試目前做出來最快的成績是2.16秒 我有把握絕對可以破解禮規的紀錄沒有問題 我想在這裡再跟解禮規提醒一次 你曾經在公開的視頻說過 用車牙也行 所以當我車牙紀錄刷出來的時候 請你履行你的諾言 捐款100萬直播 給公司智慧 另外,如果我一樣4月15號以前 我沒有辦法刷下你的成績 我捐款100萬 我也全程直播 好 另外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跟相關單位申請 要封路做進行第40加速的測試 我預計在10天左右 這個封路的條件會下來 我就會開始公開的測試 我在這次做測試04的加速比賽的時候 我會邀請所有的電視台 以及包括所有的車友、媒體 到現場來參觀 我現在會裝三台車輛的機器 來證實有沒有造解 好,我這是一個公開的 我知道你的8.93秒 是一個沒有人看過的紀錄 我要讓他公開在全台灣的媒體面前 最後,捐禮規我告訴你 你不要口口聲聲一直說台灣省什麼 你不要造成這個兩岸的議題 我現在很生動跟你說 台灣人非常的團結 我今天有很多大陸的台灣人 私訊我 他想找你表演 到底你對台灣說什麼偏見 沒有 我不知道這些網友 我也不認識他們 他們會做出什麼衝動的舉動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是在勸你一次 不要為自己造謂 好不好 記得 除了人捐款一百萬 你可以賴皮不捐 你可以用任何理由 但是不只是輿論 還會有人去找你 把這些事情好好的處理清楚 OK 大家加油 我們以車會有 好,謝謝每個網友 謝謝